馬桂開羅,你們的戰績又如何? 不知道怎麼辦? 看我們有達齊齊發吧 我們為你提供免費的起跑線 跑馬仔街三甲過終點才叫做贏 我們個個都賀槍實彈 打真軍,絕無吹水 周老闆、吊總理、首領、台底細、阿炮、達明、司徒勒興換人 和你論盡波馬股走勢 一於有達齊齊發 第三節回來了 波羅譚說 時晚重心華倫西亞 主場1.67 辛尼特作下4.35 辛尼特是一個氣球 他分分鐘這個時候才來賭命 辛尼特這些千萬不要買 一對巴黎聖日耳門 剛才阿澤老闆氣了 他買了樣球 但他開樣球開負義 昨晚我是覺得王馬索一定的 是 我找一對來射他 二穿三 我就是巴黎聖日耳門和西維爾之間選擇 果然真是西班牙坡正路一點 正氣很多 露尾而已 是的 尤其是巴黎聖日耳門和辛尼特 很混亂 嗯 他要是開讓和給你 要是譬如說 他主場1.18 對上年 上季 對巴斯蒂亞 混亂 我就買巴斯蒂亞客性 瘦的客性一比利 是 巴黎聖日耳門和辛尼特 但是是西班牙坡 是 他永遠呢 傻給你 你就不能買他 你買他他就不能傻給你 不是我看他怎麼傻 出了一些 就是好前鋒出來 是 出了那些好的前鋒 我打算你肯定拼命 這樣 是 是 怎樣 但是呢 那些球最壞的 1.1幾怎麼知道怎麼賣 我賣 唯有賺賣大小 不是 如果你要賺賣的話 就剛剛說 是啊 一定是這樣的 今天 監製找了換人 拿了一隻料 拿了一隻料 那隻就是 1683 朗斯集團 什麼集團呢 不知道 總之 他就說 上了市幾天 就體升四成 今天收市就過一 四成的話 就是過半左右 那 各位族友就可以 唉呀 放不得到 就是參考一下 那可以是 來近這幾天呢 就可以 趁個市反彈 是不是可以玩一下 那 那 那 來近我們 好似有沒有摸到 找到辣慶了 還沒有 等一等 我跟辣慶聊 等一等 你們聊 好 我們先說一說 那近這幾天呢 股市呢 很冷靜 靜冷到呢 就是 阿超哥下去按鐘仔 不是 吃早餐的時候 他都見到一些經紀 在附近一齊 一齊吃早餐 那他就 吃早餐的時候 他就說 那些經紀又悶了 發瘋了 那我那些 外面的行家呢 就是我做前線的朋友呢 都說 喂很悶 三 三贏了 不好意思 那幾百 哎呀打不瘋 是啊 幾百一成交呢 通常就比較悶的 那就 上落 這兩天呢 就剛升了上去 就升了上二萬二 但是二萬二呢 就沒有什麼客人去追貨 嗯 但是呢 供貨呢 就只有少量 根本就是其實是 等著那個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有 還有錢在新 是等著呢 跌一跌呢 那一刻去買 那就出現了 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 他們升又不追 等下跌才追的話呢 就少引心 如果真的跌一跌下去的話呢 這個世界就一定糟糕了 是啊 那 我們 講講樓市不如 好嗎 樓市來說呢 就這輪呢 那些報導 就吹淡得很厲害了 不用想的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東西 托訂 又說 我們有條片的 又說什麼 再看一條片 是的 有條樓市的片 關於 不要緊 先讓阿斌哥安排一下 先說 是 插頭呢 是 Ivan Allen 兩個副鏈 就中了 又中了 是啊 這次 這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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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我媽寶是兩隻的 高三威龍就鋪到街上 但是我還創出新機 我還創出新機 那我還創出了媽寶 是的 那我中了媽寶 現在這條 跑了三七 三七 好像三七 三七五 是三七五 OK 紅蟹有個樓盤 不是說 湯嵐到一梯三十幾火 三十六 怎麼來了 一梯三十六火 一梯三十六火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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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七八十幾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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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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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阿斌哥 先幫我去樓市條片 好嗎 OK 新盤燉味農 環海東岸連卡十一火 中央 特別是年輕的一群 想幫他自業 幫他自業 幫他自業 你記得其實懂得 有一個比較低的手期 高一點的手期 低一點的手期 來幫他自業 我的地產朋友 就是在看我做扭龍之後 就說 喂你是不是想做扭龍 我想做扭龍 不過一直都沒有手期 如果有九成販錢就好了 這個劏房之城紅磡環海點東岸 開售不夠兩個星期 正當你以為給十幾二十萬上賭車 誰知道樓節的急劇轉世了 昨天出現連攤十一火 涉及的樓價總金額超過五千萬 殺訂的金額多達二百五十五萬 購買iPhone 6s超過四百五十部 盡做 其實怕不怕做不到岸劇 因為今天有十一宗客訂 這個是沒有壓力上會的 不要緊,我在黃埔住 我想住在同區 很幸福 已經沒錢,還要被殺訂 任共住了 樓樓自己選,當然不要哭 這次還不是土地問題 這個土地問題還燒了房血的治安心項目 綠油雅園 買家已超過三百五十萬買入 這次客訂就損失大約三十五萬訂金了 我們奉勸大家買樓落訂之前 真的做好按揭雨批打底 就不得最後被殺訂了 好,那回來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今晚轉了一個新直播室 大家都夾一夾 在摸著 在摸著 但是我們的資料都是很充足的 環海東岸 我忘記了,我印象之中,應該說他在土瓜環 是,在土瓜環很紅磡也好 也是那一塊 是,這塊樓 他以細單位建稱,劏房,三十多貨 就是一路,早幾年大家都說樓市缺乏一些細單位 很多人就小家庭 譬如同居,單身,或者沒有小孩子 就找小小單位上車 因為那些比較大的傳統兩房單位 一上車就比較貴 首先,地產商,或者商家佬 是沒有義務去接濟所有星斗市民 就是沒有義務的 他永遠是向錢看的 當他推得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一定是知道市場 把貨給你,一定是不是好事 我這樣說 他要錢,不要貨 他要錢,不要貨的話 他一定是覺得,差不多到訂 很簡單,豪宅已經是 早一年前,一開始就叫做 一潭死水,很僵持 慢慢就炒一些中型價位的單位 或者小單位 這兩天,可能因為早前的股市跌了 就已經影響到樓市 也是這樣說一句 股市跌了,錢不能去樓市 不能去樓市 是一起下的 尤其是香港這種彈丸之地 跌了下去的話 就出現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就炒訂 是 其實現在這些只不過是很小規模 有一個是炒成球 是嗎 有很小規模的炒 譬如治安心 白居宜,陸游,阿遠 都有一宗炒訂 我又不明白為甚麼他當日入飛 跟著去去炒訂 這麼搞笑 是不是這樣說 他突然想到就不用去樓市 你入飛那一刻,你不能說 我很想要一個單位 跟著一招一招一招 一招到沒有人入 你要這樣想,這些市場上 近這段時間,那十多二十個 就是炒訂的成交 就是炒訂的那些人 只不過是在股票市場 做孖子做到最盡的人 他一點點波浪 就是一點風浪 都承受不了 他就一定要跳船 其實炒訂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在任何時候都有的 是,任何時候都有 但是 除非你簽了必買必買 只不過是你現在是淡市的時候 是炒訂的 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呢 有一個雪球效應 就等於你的股市向上升的時候 都一樣有人斬倉的 但問題就是 但問題就是你斬倉 或者一樣有人破產 只不過呢 市場上這一類型的人 是比較少 那就變成了不成氣候 現在開始呢 就當山頂上最高的那顆石仔 開始站不穩 開始吹下來 是不是越來越大呢 就像雪球一樣呢 就未知 但我可以很肯定這樣說一句 其實股市和樓市有少少相類近的 就是 商家佬要錢不要貨 就等於上星期我講的李嘉誠 他要現金他都不要貨 那就 大家要自己想 還有呢 我們還有雙辣椒 BXD那樣子 在政府未解除 未解除雙辣椒之前 樓市是不會見底 肯定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朋友最近都是想買樓的 是 但我就告訴他 我的看法就是 你這兩三年 其實樓市成績很低 是 即是不放出來 變了其實 現在的用 即是 在手頭上的貨或樓 基本上 如果是兩三年前的價錢進入的話 你現在就算下跌了 還是賺錢的 沒錯 這些樓 譬如說你就算下跌 下跌得多久也好 譬如說 好像很簡單 小大層樓那樣 由我買的那天到現在 差不多升了六七成 是 這麼誇張的 是 我四年前買樓 現在升到七成 你說 你說下跌了多少出去 就是下跌了多少出去 都還是大賺的 對 所以來說 即是甩下跌 就算你下跌的東西 其實我才覺得 對二手成交的市場 那個影響很小 因為其實 當那些辣椒逐浸去解除的話 就會有些人 一解除了第一層辣椒 就會有些人衝進去買 同時也有些人 忍不住要沽 是 就會做了一層的 所謂叫小陽春 是 這一層 一層又一層 才會慢慢綁下去 因為從來 小陽春的話 是不會即時是一個反彈的 是的 那種 只不過是禍了一些中數 但是當慢慢 市況要怎樣見底 就是 經濟見底的情況 就跟市況見底 就是 出現到樓宇 已經是大家心如止水 沒有人追求 嗯 沒有人再追求 沒有人再說買樓 到時就沒有得到需求的了 對於金融海市那段時間 沒有人覺得需要買股票 沒有人覺得需要買樓 甚至可能政府會出現一些舊市措施 嗯 才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反彈 其實很簡單 除了樓市 就等於雙鋪一樣 是 今天我們看到 英王就決定不再租銅銅灣 砍了七成租 砍了七成都不租 是 沒錯 砍了七成都不租 還有 就是 就是 早上有間夜場的上市公司 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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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小豪今天也找我問我 會不會提及這間公司 很簡單 當年早兩三年上市 他是要投除非 就是申請到B組最大的那條非 先獲配一手 後來日日向下炒 就是萬人空巷的碧晶 碧晶就撿了 沒什麼 公司上市就要看一盤數 圍不到皮 沒有這樣的人入場 他還要六月裝完收 是啊 大陸佬又不來玩 大陸佬又玩得沽寒了 而且最主要是香港夜場 就真的欺負臘肉 你說 有些外國人來玩 那些人不是說 好像一來到 不是花錢那種 沒錯 六枝香檳兩萬人 在那裡吐不是那些人 六枝生後 十二枝沒有 變成不是喜愛夜店 那些電影環節 那些已經是沒有了 而且不斷地 為何要不斷地讓人 組織 買到VIP會 其實他是為盤數 當他為不到盤數 他就唯有撿了 這個世界上 麥克林如是 英王如是 樓開始撻訂 那其實是否會是 急劇下去呢 不是一條直線落的 不是說戴頭盔 是一陣一陣 你發覺 當你發覺有希望的時間 是一陣一陣 就是那個位置的高點 然後再向下炒 通常都是 很簡單 就好像 一天有股市 如果 譬如 站在二萬二 站在二三天的話 那些人會覺得 嗯 好了 調整完畢了 今天我看這個財經新聞 是 這個新聞說得好像 很厲害 哇 這個恆指 衝上二萬二千點 真的吵到最後 但是你看看 600億成交 多一點 吵你 跟4月份那時 那種大升市 一上二千億成交 你怎會同呢 根本是兩回事 對嗎 沒有想的 是的 所以 你的股市 等等 你怎樣吹 都沒有意義 是 沒錯 沒有意義的 即是你說有時候 大家買樓 呃 尤其是在這個 叫做市貸的時間 買樓 就 除非 可能有時候 真的有需要的 就要 小心點 不要那麼心急 還有呢 當你有錢的時候 是 它是市場找你 是 還有 還有呢 我覺得這樣的 就算還 什麼 還 還什麼東西 東岸的樓盤 還我東岸 還我東岸 雖然是劏房的 其實某個程度上 當市貸很差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值得買的 為什麼呢 喂 沒有 一梯沙律火 香港底 小家庭 單身 單身 都當住公屋 永遠都會有這樣的人 買樓了 到時 喂 這些可能是市貸復甦時 最好炒的那一陣 是 因為那個銀馬小的 那個percentage大 沒錯 即是你到時 才去買呢 就是 又在這個世界 就等於 那些人炒得寶一樣 是 即是在金融可笑的時候 幾十萬買 買兩三個得寶回來 即每個幾十萬 淘汰 淘汰一百萬三個 可以買橙 即是那類東西 那你想想 轉過頭 現在雙倍 可以去到三個 那你變了 你有時 不止 不止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當 環海東岸 是的 我勾得重 環海東岸 這些劏房 這些劏房樓 它的投資價值 就是一個見底的時間 就是一個見底的時間 一樣有人住劏房 有人住 有些小家庭在那裡 到時才適合 適合入市機會 過了明天晚上 是的 一人買 買幾個 沒有錯 過了明天晚上 之前就是 八千萬樂彩 是吧 對 八千萬 我們今晚 就標銀了銅 就可以去六合彩 不 要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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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個個個個個個斷工 連續了兩場 你們連續了兩場 都連續了兩場 應該對 好吧 那我們要去六合彩 六合饅鵬輝 是 沒錯 由西村圍 那 等著先 不要緊 不要緊 說一句 我先講兩句 iPhone 6 S 就不用炒 Pharm conferences 沒錯 除非你是玫瑰金 你可以騙燃電 對了 不論你 與其 放那麼多時間去按F5 讓你抽到一步兩步 跟著又要去交收 除非你是黃人龍 未有事做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不值得 按爛鍵盤 長時間都不想知道有沒有 又怕人切單 跟著拿個時間去 我當你拿到IFC的裸機 又不想知道那個價錢是怎麼收 不放給門口的收機 衝進去才達人 怕他還沒開門 9點多就拿了機 12點才開門 你又怕那個價錢不會到 黃人龍自早會在樓下補兼 對不對 最好炒的iPhone年代 iPhone4S 一個 一張信用卡可以有 可以登的十部機 那時候任你訂 每部機賺六七塊錢 一張訂賺幾千人 所以那時候 有些人可以一個月 賺幾百萬的飛人的數 那是這個意思 好,我們先去錄合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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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好 六合彩詩的事 你明就明 不明就不明 拜拜